这张画的题目叫做一尾渡江 谈到这样一个故事 大家马上会联想到的是哪一位人物呢 对了 就是达摩祖师 达摩是残忠的一位祖师 他这张作品就是把达摩祖师描绘成一个非常不凡的人物 从他灵力的眼神 再加上他比较高昂的身影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炯炯有神的人物 再看看他站在什么东西上呢 他就是这样站在一块芦苇叶上 就横渡了一个很辽阔的江河 欧教授通过这一个传说的景象 表现了这个人物那种不同于平常人的一种能力